新城情治,春暖花开,两岸加强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任何势力,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也无法割断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 冬去春来,两岸交流也逐渐回暖。春节假期刚过,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就到大陆参访。 随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炎,台湾两岸农渔业交流发展投资协会理事长黄一成,台湾妈祖联议会会长郑明坤,高雄市凤山区城邑里里长刘启芳,台湾佛光山寺住持新宝又分别率团而来。 上海市台办有关人员也赴台参访进行城市交流。 随着两岸各项交流活动的开展,两岸同胞不断感受到暖意,也更热切期盼两岸尽快恢复往来便利,交流热络的景象。 求和平,共发展,是两岸社会主流民意,而增进交流合作则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良方。 两岸交流与合作春暖花开,是民之所盼,亦是民之所需。 大陆方面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从持续推动小三通全面富航,到发布今年台湾高中毕业生和多渠道申请就读大陆高校的政策信息等,不断为广大台湾同胞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充分释放了诚意和善意,持续推动恢复,扩大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合作。 反观民进党当局,却仍以疫情为借口阻挡两岸交流,罔顾岛内民意,不愿撤除各种人为障碍。 他们为一己政治私利,在岛内不断操弄反中、仇中民粹,大肆阻断两岸交流交往,加剧两岸紧张局势,引发岛内各界强烈不满。 有岛内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民进党当局在两岸交流回暖之时吹冷风,满心政治算计。 新城情志,春暖花开,我们呼吁民进党当局,应采取务实措施,为台湾民众谋福祉,不要再人为设置障碍,阻挡两岸交流。 两岸加强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 任何势力,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也无法割断两岸同胞的血脉亲情。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 我们相信,只要两岸同胞携手共进,就一定能够共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美好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两岸同胞携手共进来,是一两岸共证业的各地的道路。